各樣的即時,在哥林多前書12章27節開始 在這個經文裡面,就告訴我們 在神的家裡面,我們講講恩賜 這些即時其實都有包含恩賜的 就是說他們都是需要某些的恩賜才能夠成為這些身份的 第一就是仕途 仕途在很多教會就認為只是有初期教會的十二仕途 現在有些人就認為,有些人他們開拓一些新的仕工 他們都是仕途,這個是有些人的看法 有沒有聖經肯定的支持呢? 就是沒有肯定的支持的 其實他叫他做仕途 或者一個開拓者,一個創辦者都可以的 不過好像用聖經的字眼,好像權力大些 其實無論什麼身份,叫做什麼 那個身份呢? 就是他仕途開拓新的仕工 或者在某個領域去擴展 那這個有沒有這個名字? 其實不重要是他是不是在做這件事 那所以我就覺得不是很重要的 那也都不會有人說仕途 因為這個名稱呢 都有頗多人用的 他們稱他自己做apassel apassel就是仕途 那的確有些人是開拓新的仕工的 這件事是好的 或者不是開拓仕工 而是擴展進入一個領域 那祝福他們的仕工 但是我們不需要在意 一定是不是有這些仕途 那我意思就是有沒有這個身份呢? 那然後第二就是仕資 我們都說到仕資有這個恩賜 能夠更加清晰領受到神的信息 那就是在教會裡面 神是會有設立仕資的 也都有仕資恩賜的人 那這個是對於教會很大的幫助 那有些人呢反對仕資 就說你們是不是得到啟示 超越這個聖經66卷 那我們的答案很簡單 我們不是超越聖經的啟示 而是將神所應許的東西 神傳這個信息 應驗在人的身上 就是聖經裡面所說的 應驗在人身上 譬如說 神會使用一個人 成為一個宣教士 譬如先知說 你將會成為宣教士 當然這個先知一定是要 他要驗證 不是就這樣 行兇講 他真是領受這個信息 那他就說 將來你會去宣教 那宣教不是一個 聖經以外的啟示 聖經是有叫我們去普天下 去傳呼音給萬聞聽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額外的啟示 而是呢 就是神呼召人 現在呢就是將這個信息 傳給一個先知 先知領受這個信息 同時呢 神都會向這個人感動他的 所以我們呢 就不要單單依靠先知的信息 而是呢 就是真的領受 是不是神 呼召我去做先知 我就是很可惜這樣說 在這個世代有些所謂先知 並不是一定是先知的 有時候呢 他們會發一些預言 我自己是親眼見過一些很準確的先知的 但是呢 我也都見過有些人呢 他是 就是我覺得是受了一些先知的 不好的影響 一些所謂先知的影響 那譬如有些人跟我說 他先知說 我會是做一個事工呢 是很大影響力的 那但是那個人呢 總是做不到 總是做不到 那他就說 怎麼做到怎麼做到呢 那我就說呢 聖經教導 我們怎麼逐漸進入神的事奉的 首先我們學習去愛人如己 關心人 去傳揚福音 在周圍的人可以幫助 那神一步步提升 就不是說 先知說 你會做一個很大事工 那我立刻這個人呢 就做了很大事工 那到底是不是呢 那這樣東西真的需要 這個人領受從神的指示的 但是我認識有些人 他就說呢 有先知跟我說過 我是會做一個很大的事工 不過我現在又 沒有做到 那我心裡面呢 就覺得很不舒服 覺得自己做得不好 那我的回應就是說 你現在你可以做的 你去做 不是一定說這個先知 有人說是先知 不代表他一定是先知的 就是我們不要聽了人說先知 他一定是先知 那他說你是 將會做好大事工 那你就去尋求神 那你是不是 要逐步逐步進入 事奉裡面 你和神關係好 並一處理生命 發揮生命 那如果你是的話 那你一步步進入 你自然會進入的 就是如果是神呼召你 如果不是的時候 勉強都不會產生那個效果的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先知真的要很小心 就是當人領受 這個先知的恩賜的時候 有這個 有這個即時 或者是身份 是不同的恩賜的 就是說有些人 他會有這個恩賜 作先知的恩賜 但是有這個即時 就是說他已經是被承認 就是有各方面支持 他是一個先知 這樣子的時候 他才是有這個先知的身份 那我又講一下我一個經歷 就是對於 就是有人說是先知的經歷 那這個經歷呢 就是都被我們看到 有時候人 就是會用人意 那有一個人呢 他就有一次跟我說 他說我們的教會 是有個先知的 那那個先知呢 就會發出對信徒的 一封電郵 他說 我可不可以傳給你 我說不需要了 因為神如果跟我說話 我是會收到的 我會知道的 但是他依然傳給我 那我就看一下他裡面說什麼 那他一開始說什麼呢 他說今年你們今年呢 就會有大的經濟的進步 我一看我已經覺得有問題 聖經從來不會影響說 啊今年呢 你在這個教堂呢 你就個個都會經濟很大的進步 聖經的應許就是說 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這一切加給我們 是一定大有條件的 比如這個先知說 那你們愛神呢 神呢 今年經濟上祝福你 那這個都可以說得通 不過呢 這個說話不用先知說 聖經已經說了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這一切已經加給我們 先知不是要來 就是告訴別人 你今年呢 就會怎樣經濟上進步啊 你呢 就很順利啊 也有些人呢 就有收到先知說 你呢 將來會結婚 他總是結婚 又找不到對象啊 那他的心裡面呢 就很 哆哆軟 甚至有人告訴我 他就很懷疑神啊 我奇怪的是 為什麼你不懷疑先知 為什麼要懷疑神呢 因為有些人所謂先知 不是先知來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呢 我們真的要很小心 不要隨便說自己是先知 是必定經過很多考驗 就算即使他有了這個即時 他都不能夠 就是好像覺得自己一定是 每一句說話領受的都是從神而來 他都是要分辨的 因為我們實在是收過很多 有些網上發的訊息 並且有些還說 很多個先知一起發的 但是呢 結果是沒有應驗的 那有時候他們就會說 因為那些人祈禱 所以就沒有應驗 就是那些不好的東西 或者那些人沒有祈禱 那些好東西就沒有應驗 那就 在他們起初講的時候 應該講得清楚這一點 好 接著呢 第三就是教師了 教師是很重要的 其實牧師都是有教師的職位 職份 教師就是能夠教導聖經 那教導聖經呢 其實人人都可以教導的 某程度 但是如果有恩賜的人 就是說他能夠很清晰地教導人 人能夠很實際地應驗 是能夠呢 那些教導不是跟他們脫離關係的 而是很接近的 很能夠應用到的 那這個人呢 就有這個教師的恩賜 那有教師的職位 即是說 譬如 這個可以是教會給他 譬如 他是教主一學 或者是教聖經班 或者是神學院教 或者是 他 另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他自己去開展 他自己去教人 那如果那些人得到幫助 那他都是有這個身份 就是教師的身份 那然後呢 其次是行義能的 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 那不過很多人呢 就將那些行義能 和得恩賜醫病 就擺得很高 就覺得呢 他們呢 好像特別 因為 因為那些人很想得到醫治 我也都覺得 有時候有些事工呢 非常注目在醫治 就是好像呢 神的目的就是醫治的 就不去強調 他醫治之後應該生命的改變 那這個我覺得是可惜的 就是說有很多人呢 他們就很想在聚會得醫治 他參加聚會的目的 都是想得醫治 那當有人得醫治呢 他就覺得好好好 那但是聖經講到呢 就是神職歧視 神用神職隨著 證實所存的道 神職的目的 是證實所存的道 神職的不是 就是 他本身不是 我們的最終目的來的 最終的目的呢 就是我們走 就是被神激勵 證實所存的道 然後呢 遵從神 走神的路 所以人經歷醫治之後 應該的心裡面 感激神 回應神 走神的路 有很多事工都是用 醫病來吸引人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將來到了審判的時候 神不會說 你醫了很多人 那我大大賞賜你 因為在聖經都有講到 有些人奉耶穌的名 傳道 趕鬼 行義能 但是耶穌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那 什麼人是神認識的呢 就是他會愛神 遵從神 並且教導人去愛神 遵從神 他不只是 不只是醫治 因為醫治不是那個目的 醫治是其中一個步驟 一個其中一個步驟 是人可以得到幫助的 就不是 醫治不是那個目的 所以如果人只是醫治人 但是沒有更新人靈命 他並沒有做到 神所吩咐最重要的事情 神所吩咐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 醫治人之後 會更新他的靈命 幫助他全面更新 改變 這樣 去訓練他傳呼音 變立靈命 他就做到神所吩咐的事情 所以醫治不是一個最終目的 醫治是一個神用的方法 然後就是幫助人的 就是能夠去幫助人 扶持人 照顧人 治理事 就是行政的 在教會其實是需要行政的 因為如果沒有好的行政 就算有很多事工很想做的 但是 是做不到出來 因為沒有一個好的行政 講謊言的 講謊言的是能夠 講說神各樣的Obey 是造就自己 終於造就自己之後 也能夠祝福教會 誰都是事同嗎 誰都是先知嗎 誰都是教師嗎 誰都是行義能的嗎 誰都是得恩賜醫病的嗎 誰都是說謊言的嗎 誰都是藩方言的嗎 誰都是藩方言的嗎 這樣就講到 其實每個人有不同的職份 和恩賜 我們不用整天都想著 我想好像人家那樣 我們就是做神呼召我們所做的事 不是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 也我們跟別人配搭 我們有這個恩賜 別人有這些恩賜 我們一起跟他配搭 是互相欣賞 互相支持 然後三十一節 就是你們切節的求了更大的恩賜 我現今 對不起 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然後跟著 臨前十三章就講到愛的 十四章就講到切勿恩賜 其中最重要就是 作先之講道 但其實這個原文是說喻賢 在哥林多前書十四章講到兩樣恩賜 一個就是說喻賢 另一個就是說謊賢 求更大的恩賜 我們要明白愛不是一個恩賜 愛是聖靈的果子 所以這個最妙的道指示你們是愛 就是有愛 然後十四章就講到追求更大的恩賜 就是說我們走神的路 很重要是有愛心 有愛心的時候 我們的恩賜才能夠榮耀神的 所以我們最重要就是我們有愛心 有關心人 有憐憫人的心 有祝福人的心 那神就喜悅了 然後我們接著就渴求更大的恩賜 而更大的恩賜是祝福 祝福教會 祝福弟兄姊妹的 那這個先知 說喻賢 這個是 講不到前書十四章所講到的 這個說喻賢是一個 重要的恩賜 不過不是唯一的恩賜 有其實 任何的恩賜能夠祝福人 建立人的 譬如教師能夠教導人去跟從神 那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恩賜 能夠建立人的靈命 其實任何恩賜 建立人的靈命 更新人的靈命 幫助他全面性提升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恩賜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我也希望大家 渴求神所賜給我們的恩賜 也都運作出來 OK 牧師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聽到 你剛才說你們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賜 那更大的恩賜是指什麼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聽到 是指十四章那裡的 因為十三章所講的 就是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就是愛 十三章就講愛 愛就不是恩賜 愛是聖靈的果子來的 就是在 列出恩賜 都沒有說愛 愛是一個生命的流露 有愛人的心 那這個就是最妙的道指示我們 那有愛 然後就追求恩賜 就是能夠建立教會的 這些就是恩賜 就是能夠祝福教會最大的恩賜 就是愛 就是愛 這裡所講的最妙的道就是愛 是嗎 嗯 那更大的恩賜是指什麼 十四章我們有講到 就是建立教會的恩賜 就是 說語言 中文翻譯做 先知 廣道 還有呢 說謊言 那麼呢 其實它沒有說出來的 那麼 那 那意思呢 都是說 我們建立教會的恩賜 那可以是 包括其他的 教師啊 建立人的生命啊 幫助人啊 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恩賜 那有些恩賜 聖經都沒有說出來的 譬如帶領敬拜啊 帶領人討告啊 更新人靈命啊 這些都是不同的恩賜 都是我們可以 追求更大的恩賜 就是 它 它沒有說到最大 誰最大呢 那它就是更大 更加大的 我們 徹徹求更大的恩賜 更有 能力 去侍奉神 去祝福人 提升人的靈命 嗯 明白牧師 那我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 都可能和這裡有關 就是 有一道經文就是 耶穌說 你要做 你們要做的 是要 給我更大的事 這樣 是 那這裡也是 用恩賜去 為神做事 那 神又叫我們 做的 給祂更大 那 那個更大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是沒有可能 做到 比耶穌更大的 OK 耶穌所說的呢 就不是說更好 我們要留意 我所做的事 你們都要做 並且要做比祂更大的事 不是說更好的事 沒有人能夠做好過耶穌的 不過規模 只指耶穌在世上 就是耶穌在世上的規模 如果耶穌在天上做的規模 我們根本沒有 沒有可能達到的 因為耶穌做天上的規模 是全世界每一個人都在做工作的 那麼在地上 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他聚集的人 和現在有些報道會聚集的人 就是現在的人數可以更大的 現在的傳媒啊 可以影響很多人的 所以在這個程度上 就是更大了 就是說 所做的事工是影響更多人 比耶穌在世的時候影響更多人 但是不是更好 哦 明白了 謝謝 OK 好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都希望我們 渴求更大的恩賜 更有神的能力 權並 恩賜去侍奉神 榮耀神 去祝福人 總是想著祝福人 我們做什麼都想著祝福人 我會說一句說話 就是說有些人真的進入某些事工 他有時候 他的心態呢 他會參與了什麼心態呢 就是我就是想擴展我的事工 我想那個經濟更加強 就是有時候他的注目去了那裡 而不是注目在我祝福更多人 我幫助更多人 憐憫更多人 其中一個人呢 安卡羅 他是為我按手祈禱 他是阿根廷那裡來的 其實他是一個生意人來的 但是神呼召他 神賜給他恩賜 那他經歷聖靈之後呢 他為人祈禱很多人得醫治 和趕赤靈 那他來香港1998年的時候呢 我就是 就是在當時經歷聖靈 1999年他又再來 那我也是參與 就是因為當時 呼召的牧師一起參與去 做服侍隊 那我就在當時呢 就參與了的 那安卡羅的聚會呢 那安卡羅的聚會呢 我在外國呢 是見過好幾次 我見到一個特色 他每一次聚會之後 他會留下喔 他會留下呢 他會走來走去的 在香港的時候 我都見到他做同樣的事情 他在前面旗圓圖呢 他走到後台那裡呢 他就進一間房子 我當時我親眼看著他 有兩個小朋友 那麼他呢 就走過去為他 一按手 那兩個小朋友 立刻就 立刻軟了 掉到地上 那麼他又來到我那裡 又為我按手 即時呢 我都是經歷神的那個能力 立刻 掉在地上的 那麼他 當然第一次那個是最特別的 就是因為 就是我都在想 為什麼第一次那麼強 為什麼第二次不是那麼強呢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起初的時候 不是聖靈充滿 那忽然間呢 聖靈那個臨在 就是由一個低的程度 忽然間 突然升得很高 所以我們感覺都很大 但是 後來之後呢 我們保持聖靈的充滿 去到一個程度了 再加增的時候 就不是那麼強烈 所以那個感覺是沒有那麼強烈的 但是依然呢 我是持續保持這個 聖靈的同在 這個是很大的恩典 但是我看到他的生命很特別 就是他會憐憫人 他會不斷去 去為每一個人祈禱 那麼我試過 第一在香港那裡聚會 他就在後面那裡後台 看看有誰可以祈禱 他就去祈禱 那另外呢 我也都看到他去 在外國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是用了球場 那有 就是我見過很多報道家 他們為人按手 開頭那個按手 都沒有按手完就走了 那當然有時候可能他忙 那但是安卡萊呢 他是會一路去 是他逐個逐個去的 就是後面一路一路去 看得到他那種憐憫的心 那這個憐憫的心 是給人一個 就是會影響人的 令到人都有這個憐憫的心 所以我覺得呢 當我們進入任何的事奉 我們在事奉的時候 不要將經濟或者我們怎樣得到 就是明星啊 怎樣可以廣傳啊 這些放為重要 而反而是注目在我怎樣榮耀神 我怎樣做神吩咐的事 神就喜悅了 神喜悅的時候 神就祝福 反而他的事功更大 還有影響人更深 人更加呢 心悅成福 就是說這個人真是有愛心 真是有憐憫的心 我都聽過不少人說 還有我親眼見過一些 有些人呢 他們在台上講的時候呢 很強調那個奉獻有多少 那麼呢 也都用一個叫做 封聖神學的觀念 他說呢 還有會設定一個數目的 你給一千元美金 他說我曾經試過 我給一千元美金 跟著神給我多少倍 那麼他就用這件事來鼓勵人 那麼你有誰呢 是願意奉獻一千元美金 你現在出來 排隊在那裡 我祝福你這樣 那麼我覺得這件事呢 是 就是那個應許 就說你奉獻一千元 你呢 接著你會收到很多 那麼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就是 注目在淺的那方面 我自己就覺得呢 當我們的事奉是這樣的時候 就是不是一個好的榜樣 那麼 封聖神學的問題就是 他注目在封聖 還有他說 就是他有些說話講到 如果我們 遵從神 愛神 施奉神 是不會窮的 總是說到 強調就是 凡事成功 身體健康 沒有病 那這些呢 我覺得是 是聖經沒有答應到一定是這樣的 我們應該奉獻的時候 神是會喜悅和賞賜 聖經有說到 當我們將這個十分之一傳言 送入倉庫 神為我們打開天上的窗戶 慶福與我們 甚至無處可容 聖經有說這件事 但是我們的目的 不是想著 我得到多少多少 而是我們的目的 聖經講到注目就是 我將生命獻上 我聽了神話 我去榮耀神 祝福人 這個目的就是好的 雖然神是用 祂的賞賜鼓勵我們 但是我們最主要的動力 應該不是那個賞賜 而是最主要的動力就是我討神喜悅 神喜悅的時候 神會祝福我整個生命 而祝福整個生命 不是一定純然是淺的 是可以整個生命的提升 神使用我們去祝福別人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或者回應 牧師 是 老神 我想問 講五重即是 《以弗所書》四章 十一節那裡都講 有仕途有天之 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 是 我想問 每一個信徒 是不是都會有一個即使 就是所謂 你剛才說的那個名字 還是 不需要民主呢 因為我去過一些聚會 他們都很強調五重即使 第二那個侍奉 就是強調彼此配搭 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神戀會給每一個信徒 都有一個 就是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Title 就是有一個職份 那 李先生師兄所講的五重即使 的確是 基督徒是 其中一部分是可以有的 就是譬如說 仕途 這個定義就是 就是我們 從聖經我們沒有一個絕對的 肯定的答案 也都可能就是說 如果有些人說能夠去推廣某些事工 去推廣進入一個新的領域 這樣 有一個指定的領域 這個我都可以接受的 我不會反對的 不過我只是說 聖經裡面是沒有清楚的說到 是 有先知 有些人真的領受先知的恩賜 有傳呼音 那基督徒都應該傳呼音 教師 應該基督徒都教導人 牧師就牧養人 這些都是包括了我們侍奉的崗位 就是我們侍奉主要都是這些領域的 所以這個觀念就是每個基督徒 其實都有這樣的身份 或者超過一個身份 一個職事 我覺得這件事都是好的 就是提醒自己 神賜給我傳呼音的恩賜 我就大大使用這個恩賜 去多去傳呼音 神賜給我教導的恩賜 可以更新人的靈命訓練人 這個都是一個重要的恩賜和即使 其實我自己有這個身份 我就可以去發揮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那幾樣說的都是 即是基督徒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說到基督徒都屬於這個 五重即使的其中一個 都是一個好的idea 聖經是沒有說到 只是那些領袖才是那些教師 牧師傳呼音的 應該每個人傳呼音都是的 所以我都可以認同這個看法 就是說每個基督徒都有一個身份 OK 謝謝牧師 好 謝謝牧師 這樣我想分享一點點 你剛才說的 去聯繫人 去看到人需要幫助人 以及去心態力 去幫助人 去榮耀神 去更多靈魂特教 去歸向耶穌 剛才你說的 我覺得是對的 真的很好 跟我的想法是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意念和那個 是一模一樣 這樣 但是呢 我想分享一點點 就是現在 所我身邊 那些 就是 我就不說 那些什麼 都是他自己去做這些事情 他覺得他自己 他自己付出 好像 榮耀歸了他 還有他 就是很多 他會稱讚那個 那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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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厲害 你這樣 就是二施大約 就是很多事情 多謝管 就是他 你是 但是他的思想 思想意念 你是坐在那裡 剛才你這套 說得很好 就是你比兒 那個牧師這樣 就是你 你真的跟我說出來 我也是這樣去 看到更多的靈敏人 還有他幫助 要需要的人 去靈魂得救 定的去 回到教會去 信了耶穌的基督徒 離開神的 離開教會的 他怎麼去 看到他的那個需要 去靈敏他 幫助他 站起來 回到教會 但是我現在我身邊 什麼 但是我要填了兩個祈禱 我看到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信念真的很大事 和我同在 不斷鼓勵我去做 就是行他的旨意 美意去榮耀鬼給他 很憐悶 但是我 很多迫巴 他當然很多講 他自己的看法 他自己不應該這樣做 他自己那個看法 他自己的經驗 他講出來 所以 會這樣做 會很多 被那個 撒旦流 迫巴 那個 就是 有那些 很多不同的 不斷都要 基督徒 很多都會去講 他自己 你這樣做 怎樣怎樣 你這樣做 現在我感謝神 神給我 很清晰 只得 OK 你講的 我大致上 我聽到你說什麼 就是你所講的 第一就是神激勵 你有這個心 有這個心 是 是 我覺得 就是 感恩 就是 我盡量用一個 好意去解釋 可能他不是 或者他是 就是 我們看到有些人的做法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事 先不要去判斷 就是說 他可能 他的做法 令到人有這個感覺 或者他不是 也不一定 的 這個心態 如果他真的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為他祈禱 還有可以的時候 我們都會影響他們 也都我們提醒自己 因為 當人是驕傲 榮耀自己 為了自己的利益的時候 他去侍奉 我形容就是白做 就好像 人在根基上建造的工程 今天起完 今晚拆回來 今天起完 明天起完 明天又拆回來 每天都這樣起完 做的全部是白做 是很無謂的 所以我們自己都留意我們自己 別人 我們不需要負責他 不過 如果我們覺得他是影響教會 傷害教會的 就是他總之有負面的影響力的 我們第一可以跟他講 如果我們真的覺得 未能夠做到這件事 我們可以跟有關的負責人 去講出這件事的意見 然後去讓他處理 因為這個屬於教會的事情 是可以跟牧師去講的 去看一下怎樣處理這件事 這個就是我們 有智慧有愛心去處理這些教會的問題 而我們自己的心也都不要記掛這些事 我只是說我繼續做 可以做的 那些人的問題 他的問題 我總之我尋求方法 我怎樣能夠更大的發揮 OK?好 祝福你 好 那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我們放鬆個人 大家可以站起來 投入 在神的裏面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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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美天父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願意將生命獻上當作活際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能夠測驗 神的善良 順存 可喜悅的旨意 就會進入神這個完美的計劃 求主幫助我們 逐步進入這個計劃 並且進入更高的計劃 並且也領受更大的恩賜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恩賜更加加強 也領受更多恩賜 可以祝福別人 求主賜給我們信心 因為耶穌很歡喜我們親近祂 耶穌很歡喜我們親近祢 很歡喜我們 遵從祢 服侍祢 你是很喜歡的 我們就樂意來試奉耶穌 我說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真好 Hallelujah 我願意將生命獻上 給祢使用 我整個生命獻上 給祢使用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Hallelujah 神啊 祢是最美善的 我願意全心愛祢 全心服侍祢 我獻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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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與親愛 寶貴耶穌 我獻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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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與親愛 寶貴耶穌 我獻上所有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感謝天父,多謝耶穌,榮耀重贊歸給你,Hallelujah! 由主使用我們的生命,我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神你一定會歡喜的,神你一定會使用的,你一定會喜悅的,一定會祝福賞賜的 也會賜給我們更多機會,更多恩賜去服侍你,多謝天父,感謝天父,Hallelujah!榮耀重贊歸給你,我們感激你,我們愛你,我們用行動去愛你 一方面是親近你,一方面是喜悅你,另一方面我們真心去祝福周圍的人,我們就問神,神有什麼人在我們周圍,我們可以祝福他們,我們樂意祝福他們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祈禱奉主耶穌聖命,阿門,Hallelujah! 好,主祝福大家,神的恩典,和大家一起大大使用大家,也都將屬靈恩賜賜給我們,我們多愛神神,就會將恩賜更強烈加在我們身上了 Rach, 台房卯,神的恩賜霧,宱華院,師傑,祖宇哥,祖宗主,祖宗教教人,祖宗教人 和我們照顧 祖宗教人 祖宗教人,祖宗教人 祖宗教人,祖宗教人 祖宗教人 和祖宗教人 祖宗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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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